OK好 各位好 我是Danny 那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第一次選科就上12000的網頁機器人 OK 那 我是誰 不重要 反正15分鐘後就看得到我 然後網頁機器人到底是什麼 網頁機器人其實說實在就是 TCP的Connection 然後可以幫你送HT request 那基本上你要有一個部分去Parse 就是HTML的部分 OK 那 你可以使用的語言呢 我知道應該很多是學校俗稱的 那很多是C Java 可是你用C其實會蠻辛苦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Java 然後用JSOP 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Library 那如果你用JavaScript 你可以在Chrome的Console裡面直接寫 我是覺得還蠻開心的啦 那如果可以的話其實你可以用No.js也不錯 那基本上我個人最愛用的其實 是ShowScript 在ShowScript底下還蠻方便的 那就是用CURL跟SIT跟IWK 那剛剛753講的 W3面其實也是不錯的方法 只是說在V3面可能做Post比較困難吧 我沒有嘗試過 所以C回來可能在Post的時候比較開心 OK 那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要寫這種東西的話 你必須要注意好你的欄外名稱 目標網址還有Cookie Session的驗證 然後甚至有的網頁會檢查User Engine 那這叫做注意到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User Engine的話 基本上我個人喜歡用的方法是直接在Chrome 然後Chrome 帽號 slash version 那就直接複製貼上 那就可以直接用了 OK 那以下幾個範例 就是實際做過一些事情 那比如說啊就是 既然是第一次選課就上手嘛 那很擺明就是我選課就是這樣選的 OK 大洪大學的選課其實可以這樣選 OK 好 那所以如果想要這樣選課 歡迎來大洪大學 沒有啦 不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 其實很有趣的是 幫忙選課竟然還可以拿禮券 那我先拿到藍貴名稱還有網址 然後還有連結可以拿 真的超開心的 超妙的 那有一次呢 因為我們有校內信的系統 那校內信的系統 我起初會是這樣批次刪掉這些校內信 可是卻意外發現一個奇怪的bug 就沒有過某些頁面 就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東西 老師您好 拜託讓我過 拜託讓我抱歉 趕對我時間請你幫幫忙 這種很可愛的信 我也不是想要看到的 我不是故意的 那如果你可以寫這種程式的話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 可以繞一些東西嘛 那就是學校都有什麼 E portfolio這系統嘛 那很可愛的是 你可以看到成績的部分有沒有 Display not Style 最右邊最右邊 Style Display not 成績喔 OK 所以可以幹一件事情就是 只要用17行成績馬 然後就可以把全班的成績爬下來 其實那這個可以學校的 那就很可愛 看到全班的成績 但是這個bug已經修掉了 所以不用想要玩 OK 然後再來就是 某一隻黑黑的老鼠呢 曾經在鋪浪上 對不起 露了一張 他曾經在鋪浪上貼了一個 教育部的某個 某個東西啦 那可能也可以玩一些東西 然後就可以把一些東西拿出來 OK 那就不多說 那再來就是 呃 比較正面一點的做法 就是你可以自己寫一個很簡單的 SDVPIN嘛 那因為你看這個網路通不通啊 所以自己寫一個SDVPIN 還蠻好玩的啦 然後你可以統計那個 到底 連線狀況如何啊 OK 那防漫之道 大家都知道 用驗證馬 可是驗證馬你做的方式對了嗎 OK 那就是我看過了一些比較可愛的東西 就是圖片檔名就直接露線了 超好玩 然後再來 鋪馬他寫一個PC檔 把它全部爬下來 有沒有 竟然他沒有061 這是什麼情況 超慕名奇怪 我們0跟1沒有說圖 然後就是後面還有缺幾個字 這是怎麼回 這是到底怎麼寫的 我覺得超神奇的 那再來就是 鋪馬參數直接產生圖片 重點 我的重點是鋪馬喔 然後直接寫請輸入77913 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再來 明碼存放於cookie 就直接寫setcookie 然後blahblah JRX A8 意思一樣 cookie直接撈出來就有啦 那要幹嘛呢 OK 那我們再來是mobite 的東西 OK 那這是他的驗證馬的驗證方式 你看setcookie 一樣是放cookie 可是你也稍微比重一下 上面兩張 你發現最後四碼是不是一樣的 OK 那你把這一段拿出來 用那個wc-m 算一算 欸36個字 後面四個字一樣 這裡32個字 那它是不是md5 7092 70792 代進去md5上 欸怎麼好像一樣 OK 所以就可以拿來幹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丟這裡 就可以直接解釋 然後呢 比較恐怖的就是 其實它還有OCR這個方式 就是你看 學校某個後台的 什麼東西 那它是那個 這樣的驗證嘛 然後爆發武士 然後這樣就爬出來了 OK 那我剩一分鐘 我其實很急 那其實基本上 OCR有一個方式 你就rotate一下 基本上就對它來說 就稍微增加點困難 可是有一些工具 基本上它說 號稱還是可以的 那再來就是 建議可以用第三方的東西 或許它比較安全 它是Google做的嘛 那或者是你可以用 比較好玩的東西 但是它的安全性如何 我不太確定啊 OK 那可是沒有絕對安全 那因為 剛剛說第三方 Google做的那個東西嘛 它 雖然是驗證嘛 可是它有提供 語音這個東西 那所以有一個 去年 年中還年底的時候 就有它一個團隊 它直接用語音辨識的方式 直接把它弄出來 然後號稱辨識99% 那當然這很快就被修掉了 所以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東西可以用 OK 那 別忘記 台灣還是有法育的 OK 謝謝 謝謝 謝謝